来讲讲中国燃气那份业绩 出了业绩 市场都很失望 股价还曾经大跌近两成 真的要研究一下 究竟这份业绩出了什么问题 和其他燃气股为什么都一起受压呢 先讲这份中期业绩 半年的收入其实按年增加到六成七 但期内的纯利反而是跌了下去的 赚了41亿 其实按年跌了一成九 几个不同的分布业务的盈利 最大贩的管道燃气销售 其实盈利还有增长一成八 但去到现在画面的第二项第三项 燃气接驳和工程设计和施工 突然之间跌了四成那么多 之后增值服务、中余燃气的那些 就比较小一点 那些不提 所以这份业绩 就是因为燃气接驳和工程设计施工 就拖累了整份业绩 但是这两样拖累而已 这样跌了两成下来 是否足以归咎于 燃气接驳的问题有这么大影响 我觉得燃气接驳这件事 真的挺有关事的 因为我们去看这些工用股的业绩的时候 通常有两三个分布 我们刚才所说的 燃气接驳 接着有些工程师工、增值服务等各方面 其实这个逻辑是怎样呢 就是第一件事 我们去看它的燃气接驳 就像我们看物管股那样的 我们看物管股 我们经常看的东西叫contract to GFA 就是合约面积 意思就是说 上年我们看有多少签了约的面积 接着我们可能过两三年 就会真正落在真正的销售 而燃气股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譬如我有10万个新的用户 拼了我的燃气喉 代表我将来两三年 就会陆续有10万个用户的数 就会进入我的真正的销售 所以其实燃气接驳是很重要的 而且燃气接驳 因为我第一次接驳 就变成一次性的收入 但是一次性的收入 多少也是代表我将来的销售 会增长多少 所以如果今次的燃气接驳 突然间少了那么多 大家就会担心 我将来的客人少了 将来的客人少了 就是我过两年销售的增长就低了 所以为什么今次的整个业绩 突然间说很差 接着毛利率又跌了那么多 整条数据倒退 接着就觉得不好 股价跌了20%多了